疫情还要来关心今天一口气增加了6例死亡个案 6名死亡案例的年龄介于50到80岁左右的中老年患者 其中案2384是一位80多岁的老翁 他的儿子强调爸爸生前没有慢性病史 但对于这样的说法指挥中心还要来后续确认 另外专家小组召集人张上纯透露 现在的重症比持续提高 但不是跟近期造成大规模感染的英国病疫株有关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一次的群聚感染 大多是以有慢性病的中老年人为主 疫情持续升温 23号又再添加6例死亡个案 五男一女就为50到80多岁的中老年确诊者 其中最早发病日为5月10号 最早确诊日5月17号 死亡日期则建于5月20 21号两天 不过其中按2384家属声称 死者并没有慢性病史 5月17号有呼吸喘 所以当时就有去就医 但是到5月20号死亡 他的儿子说这个个案无慢性病 但是他的年纪是有80几岁 那可能还是需要再做后续的一个确认 疫情严峻不止确诊死亡人数已经累加到23例 就连重症比也持续提高 从疫情最初到今年5月22号为止 在3862例确诊个案中 目前有6.2%的病患严重肺炎 百分之2.6呼吸衰竭 其中使用呼吸器的已经暴增到66例 另外有两例持续使用叶克膜 而如果进一步分析 这次爆发大规模流行的英国病疫株 在这期间累计的2795例确诊者里头 60岁以上老年人 占比高达37% 其中有18%属于重症 里头出现严重肺炎 或是呼吸衰竭的比例更接近10% 这个病毒株 其实临床表现并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 那主要当然是我们这一次的群聚 有很多是在中高年龄层 疾病的比例非常的高 那所以造成这个所谓疾病严重度 专家解释不是英国变异株会加重病况 而是台湾这回的群聚感染 是以免疫力较差的中高龄为主 只有防止病毒再扩散 才能让统计数字趋于平稳 这这么多